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7年法国巴黎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世界佛友见面会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佛法智慧普利众生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望我付出耕耘 慈悲救度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使佛法精髓普利有缘 和平之光便照十方 智慧圆容妙法视线 慈悲无畏应激说法 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 破迷开悟改变命运 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近年来 卢君洪台长的洪法足迹 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授予 意大利名校西安纳大学 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 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 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 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7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赛节纪念活动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 与和平理念 走向世界 今日我们有缘 相聚在巴黎 共沾法喜 共募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愿心灵法门 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人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今天晚上的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 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始 接下来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 同修们的佛学问题 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 指点弥精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 徐慧真同修 与我们分享 晚年信誉心灵法门 学佛之后 灵眼不断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祝福 皆隆天父法菩萨 感恩那么尊敬的恩师 卢台长 感恩前来祝愿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分享 我怎么进入心灵法门 五个字 五个字 大家想知道吧 哪五个字 照片的集结 今天 我呢 是一个刚加入的心灵法门 半年的一个初学者 去年我到亲戚家 看一本书 因为我亲戚家 这个就是出 这个柜台上好多书摆了 我呢 无意中就拿了一本书 看到呢 是白花伏法的书 这本书呢 非常的吸引了我 为什么 因为封面上有师父的照片 我这个人比较讲究 人的相貌 跟这个名字 我马上就把手机 把师父的照片 把它拍下来 当时觉得很好奇 认为一个华人 在国外当台长 这个非常的不简单 而且 师父的名字又起得好 当初我怎么也不知道 准备 当时呢 因为我是准备到澳大利亚 出国 到孩子那里探亲 我准备探亲回国以后 想打听一下 该台长的来历 因为我当时 不清楚呀 我想看看这个台长 到底什么来历 那么我呢 看这个照片拍了以后的第三天呢 我就登记了 登记呢 就到这个澳大利亚 去探亲 那么当时去探亲的时候呢 我也没在意这个照片 那么 去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 可能在座的各位呢 也知道 到澳大利亚 这个安情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就是你每个人都要把那个包 把它打开 要给他看 那么正好这轮到我 那么轮到我了以后呢 这个 那个老外呢 他呢 也不跟我说话 也那个不足任何的手势 看了我好长时间 我给他看了也不好意思 那么我呢 就用一个不标准的英语 讲了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 我是中国上海人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老外呢 就对我笑一笑 做了一个手势 他做什么手势呢 就一个手 往左边 意思就是说 要往左边靠 当时我也不知道 那么在安情的时候呢 很多很多的人 左边呢 没有一个人 我很害怕的 怎么走边 往我那个通道走 我以后才知道 哦 那是绿色通道 不要安情的 到了家里以后 我经常把事物 这个拍到这个手机上的照片 经常打开看 并且呢 自己在家呢 就是自言自云地讲 哎呀 这个人真有浮相 这个人的事业 肯定是非常的庞大 为什么 我根据事务的名字 来这样子推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搞教育工作 探亲三个月时间到了 准备回国 那么 回国的时候呢 大家也知道的 就是 那个 偷用的行李 非常的严格 不能抄 但是我呢 抄了0.5公斤 没有罚 到了上海以后 第三天 我呢 就到超市去买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 他们一家整顾 全部在 这个 澳大利亚 我呢 几个月不在家 什么也没有 我就在超市买东西 这是我第三天 第三天 你们大家知道 我遇到谁啊 就是遇到我们事物的弟子 遇到事物的弟子 当时呢 就给了我书 并且呢 推荐我 推荐我 就是看那个 事物的心理法门 还有就是推荐我 那个 播放器啊 听啊 什么 那么我在看的时候呢 我就回到家里呢 我再三地考虑 考虑呢 哎呀 要念这么多的经文 我没有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经常在上海 我还要回老家 还要到孩子那边探亲 我呢 就把一大包的 就是 推荐我的 把书啊 一些佛宝的东西呢 我就带去 准备 退给 退给他们 也是到那个 超市的门口 那么 正好我要去退的时候呢 又碰到了一位 第一次见到一个师兄 他深情后裔的 对我说 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他是怎么进心灵法门的 他是带到什么样子的福报的 我当时听了 非常的感动 那么我呢 把这个一大包的福报呢 又带回家 这是我的第二次 所以我说 再次大家不要笑 我等于是三进三错的 进这个心灵法门 那么当时呢 我听了感动 但是呢 我的精神压力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不满了大家说 我曾经 我曾经得过幼游春 那么 我回家以后呢 就是呢 喜欢看书 因为他第二次 我没有退回来嘛 我就把他看书 这次看书呢 是可能我们教师的 一种一个本性 我呢 每天晚上呢 就是听事物的白发胡华 我很喜欢看事物的书 喜欢听事物的 讲话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事物的白发胡华 他讲的话 他的书 不是像我们国家的 世界上的文化 Left Post 那些作的作文 都有一种曲架的 但是我们书的 白发胡华 讲的都是 现实的生活中来 我特别喜欢看 那么听了以后呢 也非常的清晴 那么 从2016年开始 因为我是去年出国探亲的 我就是过了那个圣诞节以后 我会回国的 回国以后呢 就是没有多少就要过年了 我从2016年初期 开始修心灵法门 也就是从那天起 我开始吃全处 也就是说 那个月正月 初一开始 开始放针 那么 帮忙大家讲 我虽然这样做了 我还是有思想鼓励 第三次准备想退 为什么呢 我总认为 没有很多的时间 来应这个经文 很矛盾 很喜欢 很爱他 怎么办 我正好第三次的时候呢 又遇到了我们 这个师兄 是你师兄 见面以后就像一家人一样 哪儿知道他讲的话就是我的心里话 哎呀 我当时就趁他 我说你正知火菩萨 这个时候呢 我就第三次呢 把一大把法宝呢 我就带回家 那么带回家呢 在当时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法宝里面 大家做到书里面 加了那个 就是师父的这个光盘 那么我就呢 把那个师父的光盘呢 就把它打开 就把它打开来看 那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当时进到 师父的法宝 这个光盘开了以后 我就忍不住 我就 我就哭 为什么哭呢 我也就是三次进三次错 在当时看了师父的光盘 我就开悟了 怎么开悟呢 因为我知道师父是一个地里道道的 一个国官英的化身 也是天上拍下来 度有缘的众生 这个呢 我开悟呢 是有体会的 我在二十几年之前呢 我第一次到葡萄山去朝拜 葡萄山的南海观音 我第一次看到南海观音 我就忍不住地哭 后来我就在南海观音 面前我就发愿 我说以后 我每年都到您 这个葡萄山来朝拜 来供养 那么我看到师父这个光盘 我就认定师父是一个光盘 所以也就是讲 在这个时候 这个节课我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走进心灵法门 跟着师父走 那么当时呢 就是我那个碰到的那师兄呢 他也很会看人的 他说阿姨 他说你的精神压力很大 我当时呢就哭 我说我去一个非常内向 我就看了师父的光盘以后 我心里想 为什么我能有这几件的奇迹 在我的身上发现 我就认为 这就是师父的照片 在我身上发生了几样奇迹 我告诉大家各位 那几样奇迹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出国的时候 不要安全走绿色通道 其一 其二 我在回国的时候 这个 行李超 零点五公斤 没有罚 第三个 我到了上海 第三天就碰到事物的地址 那么 那么第四个 就是说 我几次想退 总之退不掉 最终还是跟着事物 求心灵法门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想一想 这几件事情 是不是师父的照片 在我身上发生的期间 大家认为讲 是不是 想一点 我们再次 就是为师父勾掌 好 OK 那么我呢 就从事业本开始呢 我就念小房子 以后呢 又参加了新人的陪兄 共修 轻易看见 事物地址的善良 持背 有事物的影子 我现在呢 就是渴望 能马上 能够见到师父 因为我当时 还没参加那个法会 再次呢 我感恩 推荐我的 推荐的 袁师兄 楚光师兄 推荐我一把的 丁师兄 尼师兄 感恩 共修组的群体 义工 一个周期的陪兄 政治授业非浅 这些知识 不管你在学历多高 是学不到的 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三宝之明 十字命归 我在培训时 给师兄们看了 事物的照片 分享了我的故事 当时呢 我在分享会上 我许愿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 风筹残年的年龄 今年75岁 我一定要 参加事物的法会 第一次很顺利的 在八月份参加了 马来西亚的法会 这一次又胜利了 参加了米兰 巴黎的法会 感恩观音菩萨的慈悲 我是多么的幸运 在我的末发之期 在我的人生旅历上 增加了我的光辉 灿烂的一夜 找到了归缩 走进了信令法门 也就是从2016年开始出去 我的大悲咒 新京王正咒 正地神咒 各49遍 另外的 开四年小房子 还有礼佛五遍 姐姐的27遍 小带就像神咒 21遍 每天 就是现在 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 自己要求自己 每天不能少于 三张 这个小房子 另外的放生 我从第一次放生 放两条大的 那么从十月份开始 我就放五斤以上 从六月份开始 我就放十斤以上 六月九号 在我家 受到佛台 法西充满 我呢是一个知青 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坎坷 在我的风筑残影 七十五岁 接受到信令法门 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 认真的修行 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 我希望美满 幸福的生活 要往生以后 在天堂享受 我非常渴望 早日拜师 我非常感恩 师父您 我一定 脚大实地的 好好的修 真热早日 成为你的弟子 我奉向我完了 再次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受放三次一切之法 见隆平夫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您 一定要保重 救助更多的 有缘众生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辽宁的李韵荣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 令李同修 消除灾结 化解恶元 身心健康 法喜充满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十方一切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的恩师 此父 卢君洪台长 弟子再次分享 学习心灵法门 两年以来的 心得体会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无我利他的恩师 慈父 以及隆天护法 菩萨原谅 2015年8月的一天 偶然在网上 发现师父 看托腾的视频 被深深地吸引 便搜索到了博客 接下来的几天里 把所有的录音和视频 几乎全部看了 听了一遍 当即深信不疑 便发愿 终生出全数 放生一万条鱼 开始念经念小房子 几天后的一夜睡梦中 感觉自己被扔到了地上 但没有疼痛的感觉 睁开眼 发现我躺在床边的地上 眼前一个门敞开着 里面白茫茫的雾气 我努力地悠悠眼睛 怕是自己看错了 还在想会不会是做梦 镜像渐渐消失 我摸着床爬到床上 确认自己不是梦境 也没有多想 又躺下睡着了 第二天 父亲几次打电话来 每次都欲言又止 最后在我询问下说出 昨夜他做梦 我从楼上摔下来死掉了 做梦的时间 与我掉在地上的时间 基本一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是菩萨慈悲 用这种方式化解了 我三十六岁的大姐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三个月后 当第一时间符合拜师条件时 我便申请拜师 从此跟着我们伟大的恩师慈父 自度度人 改毛病 消业障 提境界 走上了一条真正回家的路 一 心灵 在遇到法门之前 曾经在通灵那里长达五年 这五年却真是痛苦不堪 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当时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之间就会躺到地上 连哭带闹 嘴里说着乱七八糟的话 还用所谓的先语和通灵人对话 神经浑浑噩噩 充斥着恶心肮脏的意念 甚至还怕睡觉 怕做那些不堪的梦境 生不如死 直到一夜梦中 慈悲的师父 把通灵人给我下的杠头取出 精神上才逐渐好转 走在路上 看见路人的意念也干净了 渐渐地自己也会笑了 有过自杀念头的我 人生也看到了希望 记得梦中问师父有几根 师父回答十四根 我惊讶 被下了这么多杠头 顿时跪在师父面前 世间像我这样 走偏的人太多太多了 求师父救救那些 被下杠头的人吧 他们还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被无名蒙蔽的心灵 以邪当正 把罪恶的路当成正常的道 迷惑当中却以为乐 师父梦中微笑着点点头 慈悲的神情 驻扎在心中 就像明灯一样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在此 弟子深深地忏悔 与通灵人的冤结 就在写此篇分享之时 梦中通灵人的丈夫 还让我向通灵人道歉 梦中我说道 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道歉 醒来我深深忏悔 自己的劫难未满 不可以有憎恨之心 从此 以此奉献曾经或现在 与通灵人有姻缘的同修们 化解魔障学正法 走正路跟师父 上法床 才是我们唯一回家的路 二 身体 学心灵法门整整两年了 系数身体上的变化惊人 一 重度忧郁症转轻 曾一度觉得生命没有希望 活着没有意义 几次有过轻生自杀的念头 说话反反复复 愁眉哭脸 到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 二 心脏 最严重时五岁醒了 但就是起不来 心跳加速 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要慢慢地五六个小时之后 才能昏昏沉沉地起床 到现在 五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再不害怕 睡着了醒不了 永远不活在心跳加速的恐惧中了 三 眼睛 曾两度早起失明 每天不能看电视 看手机超过两个小时 否则眼睛会刺痛睁不开 到现在 每天每时每刻随心自在 拿着手机红发度人 眼睛视力也在变好 越来越清楚 眼明心亮 不怕黑暗 复刻 手脚发麻 松腿怕冷 浑身没劲等等 很多的身体疾病 都在好转的过程中 弟子深深地忏悔 前世今生邪淫 撒业 恶口 贪念 称恨 愚痴 所造诸恶业 并发怨 终生断邪淫 断男女之事 断男女之情爱 一人清修 守五戒 行实善 也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 故法菩萨梦中 多次的加持提醒 大小劫难 如何修行修行 小房子数量等 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三 感动 2017年8月1日的前一个月左右 菩萨 霍法神慈悲 多次梦中提醒有麻烦发生 醒后也许愿二十一张小房子 和礼佛大畅委文若干便忏悔 无奈 功德太少 没能消除这次劫难 业障爆发后 虽更加坚定信念 加紧跟随师父脚步 但心灵阴影却没办法去除 一时间情绪低落 弟子深深忏悔 前世今生毅力所造恶因 得此果报 虽轻受 但当时情绪消沉 师兄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默默地替我备业 化解我此劫难 帮我烧小房子 一波又一波 为我放生一天又一天 在自己家中佛台前求菩萨 在师父的观堂求菩萨 一次又一次 保佑我顺利度过此劫 感恩师兄们 你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佛法的精髓 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大爱 洒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 让众生的心中充满佛情 我也会更加精进 做师父的好弟子 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弟子 更好的弘法度人 做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牵手牵眼 待机缘成熟之时 出家修行 跟随师父和更多的友缘众生一起 仪式修成 永断轮回 报佛恩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以及师兄们的聆听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费城的 曾梅珠同修与我们分享 休息心灵法门之后 癌细胞神奇消失 全家学佛 受以匪浅 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叫曾梅珠 来自美国费城 很高兴地能够在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三年多来的经历 我出生在柬埔寨 一个中国家庭里 二十多岁就 谁家 人搬到美国来 只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文水平不好 如果说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原谅 2014年4月 我从朋友哪里 接研了一本经书和 一张台掌法会 光盘回家看了以后 就立刻相信了 开始念经了 过了两周 经文就念得很熟了 同年八月 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说 很可能得了乳腺癌 要求三周后 来附增 做乳腺 和主持切片检查 当时打击很大 感觉天要塌了一样 从没想过自己会得癌症 没想到自己离死忙 那么近 回去后的三周里 一直没有打算去做腹检 丈夫是往生 以癌症想起她死之前 经过的痛苦 我很怕很怕 可是孩子三拨四次地 欠我说妈妈 你一定要去做 切片检查 最后我答应了 一直拼命地 念大悲咒 求观世音菩萨 求台长 并且喜愿要去度人及印经书 做切片手术纳仪 上午一边想 一边等妹妹来 接我去医院 一边在念功课的时候 觉得好困 半睡半醒地 看到一位仙女 从天上飞下来 叫我快起床 该去医院了 手术很痛 整个过程中 我的妹妹梅香 一直在念大悲咒 切片拿出来 医生叫我过来 过去看电脑图片 说我怎么样 怎么身体里都是光 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 从来没看见过 好像过去 从来没看见过 好像过去看 可是当时我 我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过了两天 医生打电话来 说切片检查没有 发现癌细胞 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移植压子的一块 大石头没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那里之后 心里满满的 是最新灵法门的信愿 每天认真地做功课和练小房子 并且关联到本地的师兄们 接研了书和收音机等 我开示认真的学新灵法门 同时机械的度员 两年来梦到台长很多次 刚休了一个月 就梦到台长来梦里 超我笑 还有一次梦到台长 坐在莲花上 莲花飘在水里 游泳在美国 辛苦工作27年 身体上拉下了不少疾病 总是感觉浑身都痛 学佛前每年都会因为头痛 进医院两三次 只从学了心灵法门后 这毛病就没了 我的 我的右脚痛了两个月 一直感觉发麻 练了二十一张小房子后 就完全好了 左脚也一样 总是痛 再次参加新泽西观音堂开光 一时前一天晚上 有位感觉像是台长的人来到我梦里 说你的 你的左脚有病 我把泥巴跟还有我的手和肩膀也是经常痛 练了小房子后都好了 梦见我过世的母亲 许愿为他烧送了四十九张小房子后 梦见他还是不好 后来又为他烧送了一百二十张 以后梦见他穿着白衣 白色衣服排队上飞机 也梦见到过我过世的丈夫三次 第一次他没有穿衣服 为他烧送了四十九张小房子 后他穿着衣服来到我的梦里 又送了二十一张后 梦见他穿上了漂亮的西装 我常跟身边认识的朋友介绍心灵法门 同时经常会去中国店门口摆摊 梦见到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 碰到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 我酸腿就无法走路了 晚上到家里佛台前 请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当天夜里就做了梦 梦到有位女士说 有人叫我来 听说你很好 你的家里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 我有三位朋友 在地域请你给他们每人十元钱 第二天在佛台前上香时 我就跟观世音菩萨 喜愿念诵四十张小房子给梦里的药精子 喜完愿后 既然立刻就可以站起来行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 家里我们姐妹七人 现在有四个人在修心灵法门 我的二妹梅香 只从修心灵法门后 就求求什么 有什么 菩萨和父法僧总在身边帮他 早上起来不来念经 听到耳边有声音说 起来念经了 共修祖准备建筑 共修祖准备建观音堂时候 我们每天讲着去哪里找地方 看地方 梅香梅到台长的声音在梦里说 你们姐妹两步不用找了 因为有人已经找到了 果然每几天 观音堂的地址就定下了 妹妹的颈椎痠痛 求观世音菩萨帮忙治疗 晚上就梦见颈椎里两条血管 输差了 颜色发黑 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颈椎就不再痠痛了 因为梅香的胃不好 独自容易胀 吃东西都不香 喜愿针对胃部 念了七张小房子以后 就好了很多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三妹梅清 三妹梅清得胜有问题 做过两次患胜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 由于胜不合 造成血液不通 身体发麻等症状 七年四月份 做了第二次患胜手术 这次手术前 两二妹梅梅香 喜愿针对梅清的胜念 送二十一张小房子 晚上梦到观世音菩萨 对她说 不是胜的问题 是梅清打胎的孩子 只需要二十一张 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 梅清开始自己练 经和小房子 现在身体状况 比以前好了很多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们姐妹从小到大 吃过很多 常人没有吃过的苦 经历过一测又一测 的生死离死别 很幸运能够接触心灵法门 找到了回家的路 感恩观世音菩萨 现在我们每天念经 看白霍佛法 每周出几天去观音堂值班和红法 从前每天想着 怎么样赚钱 烦恼自个 担心那个 现在每天就想着 共修组合观音堂的事情 今天去观音堂的佛又多不多 共果要不要换 卫生需要不需要打扫 做什么素食跟大家分享 去哪里弘法度人比较好 等等等等 这样的生活 比以前有意义和精彩多了 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诸佛菩萨和龙天父法 感恩如今红台长 感恩法师们 感恩所有的同修们 佛又们 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 韩湘平同修与我们分享 十几年的失眠 多年忧郁症 肾病 妇科病等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神奇不要而育 生活重现光明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感恩 今天师兄和佛佛又们随喜聆听 我叫韩湘平 来自法国巴黎 有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许佛的心得和体会 许佛之前我是一个变胭子 身体特别虚弱 哪里都不舒服 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念经许佛后 即便一个一个离我而去的殊胜经历 我从2011年在中国检查出有肾病 一样化验单上显示允许和蛋白质流失 同时我还串走严重的忧郁症 已有八九年至九 一直多是靠安眠药睡觉 检查还显示我胆固醇和血脂多很高 需要长期吃药 因为胆固醇很高 导致残出了 当然吸入有0.4毫米 还检查出妇科子宫肌瘤和子宫吸入 那次体检后 看到各显指标多不正常 如此的身体状况令我忧心忡忡 非常害怕 这种对身体的担心一直困扰着我 令我每日生活在黑暗当中 以泪邪命 体重轻了十几斤 内心对未来充满举望 一直直到2015年7月份 一位朋友对我讲起徐活念经和观世音菩萨 我也因此加入了微信徐活情 听到意大利有一位师兄的分享 通过徐活念经身体好转家庭和谐 我就起了好奇心 第一天就来观音坛请经收 马上开始念经徐活 念经两三个月后 精神上就感觉到轻松 2015年9月13日 卢台长巴黎法会当天 我在会场一直念诵大悲咒和心经 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可以改善睡眠 结果很神奇 法会当天晚上困扰我十几年的失眠 已居然消失了 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法会后有一次梦到卢台长法生为我颈椎治疗 醒来后十几年的颈椎病不治而遇 连土也补痛了 真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次梦到卢台长为我看图腾 告诉我需要念诵504张小环子 给我的药金则 才能制作我圣许管允许 之后我就许愿吃犬术 坚持念经和小环子 许活前我检查的尿中的允许是19万 正残忍的这个指标应该是低于1万 许愿第二天我去医院检查 结果一下子就见到10万 少了一半 真的不可思议 更可惜的是 今年的8月份检查结果显示 圣许管允许的指标已经见到了4000 完全恢复了正常人的范围 这真是奇迹啊 因为圣许管允许是治不好的病 已辈子都会痛苦 幸运的是我运到了心灵法门 运用卢台长的教导 许愿 幻生 念经 三大华宝 短短两年就完成治愈了 这只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佛法的力量 才能达到啊 不管是圣许管允许 其他的指标也有明显的改善 圣言的比例从1.14 正常人的10倍 主线降了0.17 以非常接近正常人的指标 医生看了我检查单上 举得很不可示意 我直载了当地的医生说 因为我是吃素念经改变了我身体状况 让我的圣功能状况越来越好 医生也很开心 说吃素很好 而且我从吃素的那天起 我就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加持我的 让我身体健康 所以从吃犬素的第一天起 我就间治疗党孤城和许之过高的药多挺掉了 果然如我所料 今年我做检查报告显示 党孤城和许之一切正常 而且细弱也没有变大 但是我的一位千玺与我一样 创有细弱 因为没有注意饮食和念经 半年后到了一公分 很可惜啊 只能党割掉了 身体是父母给的 我们要爱抚自己的身体 就是尽孝心 我每天坚持念诵功课和小繁殖 离集已有我的药金则 烧送了一千多张小繁殖 每日坚持放生一次到两次 我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好 去年一月份我在法国检查出 妇科有肌瘤和脐落 我没有善失信心 继续许样念经放生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 今年二月份 我再出去做皮操 检查结果显示 肌瘤和脐落都没有了 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使用任何药物 没有接受任何治疗 就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火力的加持 好好念经吃素 放生许愿 让困扰我那么多疾病多不要而遇了 而我身边也有很多被这种疾病所困扰的朋友 最后就无法免蔽住了数数 卢台长说的人病分落体病和夜战病 落体病要看病吃药接受治疗 但是夜战病就需要我们好好念经许愿放生 依靠我们上心上念上行 积福积德改变命运 从焚生死病每日以内写灭的悲剧命运 到今天焚生死尽 每天开心法喜念经生活工作 佛法给我带来了生命的熟光 帮助了我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必须的命运已成为过往 未来的生活 因为佛法的存在而充满光明与希望 我感恩师父救了我的生命 更感恩师父救了我的慧命 我一定要跟着师父好好修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坚持红阀度人 让更多的有缘众生 能够了解佛法 像我一样改变命运 离苦的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母合萨 感恩十方诸佛一切菩萨 感恩隆天呼化菩萨 感恩鲁君洪台长 感恩今天师兄和佛友们 感恩师父摩冲 感恩节目 感恩